网友粉丝留言问我 小胡子上个月把开了六年的丰田凯美瑞处理了 昨天去店里看了宝马X3和奔驰GLC 请问哪个质量更好些 开的好等待回复 那么我想问一下私评前进入前的粉丝朋友何老姐 同价位如果让你重新选这一次 你会选到哪一个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首先这两款车都是德系的豪华一线品牌 但是我们如果出去办事了 商务接待呢我们更认奔驰这个牌子 为啥呢 商务接待办事呢 它的称作感受豪华感还有的舒适度 要更加好一些 那么它因为都标配了熊老人调节嘛 那么如果你说能家用很少去商务的话 并要个操控好一点的 家属快一点的 更符合年轻人的喜欢操控的 我借你选的这个宝马X3 驾驶乐趣要比奔驰更好一些 奔驰开的就像大船一样 漂漂流的 主要在这 所以说两种车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现在宝马的车型也向这个舒适度 这块方面的发展 那么它既有点奥迪的这个操控感 又有些奔驰的舒适感 所以说它在加特拉中间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宝马X3是基于这个宝马CRR 后期能备打造的一款车的啊 和5系7系他们呢都是这个同平台打造的 全系是5座 没有7座版本 而奔驰GLC 它是基于MAR平台国家打造的 和CG是同一平台的 那么等一等2023款快上市了 2023款呢 它有这个7座版本可以选择了 增加了48分清魂 还是非常优秀的啊 这个是你等待 有48分清魂呢 增加了起步数的轻快平顺 安静度降低油耗 那么宝马X3这款车呢 全系的是14式区 产生多偏了一个系列中央车入去 宝马自己家的研发这个4G系统 默认前后轮40比60的动力啊 所以说 它根据这个路面的这个变化呀 轮胎智能化的会调整啊 所以说它更趋向一个后驱动 那么奔驰这一块采用的是全系市区 也是多片零个系列中央查误器 需要时 电脑会自动匹配前后轮的一个动力有的匹配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两款车呢 都是搭载重置至于压研发的 200T的一个发动机 都是分为低功率和高功率 正常的低功率也够用 动力有要求呢 可以选高功率的 变容箱是有差距的 宝马四周是外部采贡 采服的8AT变容箱 是最好的变容箱了啊 那么奔驰一直是在使用自主研发的9AT变容箱 它这块9AT变容箱呢 换的轮辑呢 各方面也算是可以 但是跟财富8AT比 还是比不了的 所以说变容箱来讲呢 还是宝马的更好些 那么两台车子的悬挂呢 宝马擦三是前后双丘结 弹簧解针支柱 后面是个多连杆的 有一部分用上铝合金材子 不全是啊 这个双丘结弹簧解针支柱呢 仅比双达比稍微差一些啊 奔驰GLC 前后都是多连杆悬挂都是铝合金材子的 采用液压成套 全系都标配了悬挂有人调节 所以悬挂方面 湿入度方面还是奔驰更好 这个宝马的双丘结 简针支柱 它更加注重操控性和运动性啊 防止撤轻 所以它的操控会更好些 两台车实际开起来呢 还是那句话 舒适更好一点的 接待商务多一点的 你选的这个奔驰啊 开的就是漂流的 没有什么驾驶乐趣 如果你喜欢操控好一点的 家庭使用 我建议选的这个宝马刹山 它开的质感要更加优秀 有操控感 明白了吧 现在人们买车子 不光是要一些舒适 有的时候更需要一些操控在里面 开的更爽 就是这样 那没有开过或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些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